大家晚上好 今天继续来分享关于马拉松的心得 上次分享了两点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个是心态很重要 第二个是关于跑马拉松的配速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还很重要的两点 第三点就是跑前到底要吃什么的问题 其实我建议就是跑前要吃的很少 比如说我在跑马拉松之前 基本上就吃一根到两根香蕉 然后吃一点坚果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休息好 其实是不会饿的 因为在跑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补给 基本上就是5公里10公里15公里 他都会给你一些补给 你可以吃一点 其实也是给你香蕉橘子 或者是豆腐干 我记得有一次跑步 他给我吃豆腐干 就有一点盐 然后再喝点水 或者是加德勒之类的 其实基本上也就够了 第四点想分享的 就是跑完以后要注意什么 其实跑完以后大家一定要拉伸 因为腿是非常小腿 大腿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要拉伸透 我建议你跑完马拉松后面的两三天 可以稍微跑一跑 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恢复一下 其实也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一下 挑战一下自己 很重要 加油加油